明天就是周末了 今天晚上在家做上一点蒜蓉小龙虾 还有卤水毛豆 今年的小龙虾特别便宜 这个买的是13块钱一滴 刷洗干净 在龙虾眼睛这个部位呢 剪去虾头 挑出你们的虾包 再挑掉虾线 处理好的小龙虾冲起几遍 然后沥干水分 接着呢准备炸虾 炸小龙虾一次不要炸的太多 我们分多次来炸 一次炸个一斤左右 炸龙虾的油温一定要高 油温要烧到250度左右 这样高油温炸的小龙虾 才能起到炸虾的作用 炸出来的龙虾吃起来肉质紧弹 如果油温过低来炸 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就把肉炸散 龙虾下锅之后 大火炸上一分钟烙出 烙出之后呢 继续把油温升高 把剩下的小龙虾都炸完 炸过小龙虾的油呢 过滤一下 下次可以继续炸虾 不过就不适合再炒菜了 剥好的大蒜 放到搅碎机中 搅成蒜末 搅好的蒜末冲洗几遍 洗去大蒜的粘液 再把大蒜沥干水分 锅中再次倒油 五成油温的时候 先下入三分之二的蒜末 我们开中火来炸蒜蓉 炸蒜蓉的过程 要不停的搅动 防止粘锅 把蒜蓉炸糊了 一直把蒜蓉的水分炸干 把蒜蓉炸的酥酥的 然后下入剩下的蒜蓉 再下入切碎的小米椒 这个是蒜蓉辣椒酱 放上一勺 再加上盐 白糖两大勺 蚝油 生抽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么一份蒜蓉辣椒酱 可以做上五斤左右的小米椒 我们先给它盛出备用 用不掉的密封起来 放到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下面的步骤就非常简单了 拎起锅 加一半的色拉油和猪油 先葱姜蒜爆香 下入小龙虾翻炒几下 加上啤酒 水量不够 再添上清水 然后放上熬好的蒜蓉酱 这里有两斤多的小龙虾 放上四勺 烧开了之后盖上盖 用中火焖上15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切盖 汤汁多的话 我们再开大火把汤汁收一下 一时把汤汁收浓 出锅的时候呢 再撒上一点味精 就可以出锅了 再教朋友们做个卤水毛豆 锅中烧水 放上葱姜 八角 桂皮 香叶 一把花椒 我这里是一斤毛豆 放上七勺盐 这个是小苏打 加上一勺 让煮出来的毛豆 保持翠绿 不发黄 毛豆洗干净 提前捡到两头 后面入味 水烧开的时候放进去 然后开大火 煮上五分钟 煮的时候 千万不要盖盖子 煮好了之后 给它放到冰箱冷藏 这样吃起来更脆 这个是冷藏了两个小时的毛豆 现在吃起来呢 就是脆碎的 特别的入味 再来做一个 我们安徽这边 非常流行的饮料 九样吃的小龙虾 小元宵提前煮熟 杯中放上酒酿 红豆沙 煮熟的小元宵 放上冰块 还有凉白开 拌匀就可以了 好了 这我让你别的 给你搞一遍 好多饮啊 妈 你这个口味不太痒了 这样口味不一样 拿口味更好呢 尝尝呗 尝尝吃 不看就好吃 我们这一道猪磨也得放散 我们这一道猪磨也得放散 又好 对啊 这样啊 尝尝了 这里是有盐了 你肯定抽热了吗 对啊 一般是早食用了 顾磨 多样的 不能吃 小元总是崴 崴 崴 崴就爽 我们来滚 呵呵 今天好帼 lad 。。。。。 叮叮叮叮 牛仔想去睡觉了 牛仔在骗我 睡觉了就快过不了了 姐心如能不能看一件事 看一件事又是哪一件 没啥没啥 好我 这样自己的手 换场 板架楼板架楼 装完片劲吗 管劲吗 嗯 那绝了往这边 这表太远了我站不动了 来 先去吃 哎 现在这个要差一点 左右左右左右 他不知道放哪个 看我好几遍了你还好想 老婆 老婆我闻的好香 请你自绝 我拉也太多了 这地球的阿姨太多了 我还吃过 你不吃 滚鱼啊 不吃过 我再不给弟弟吃 阿伯你吃出像我吗 那不再吐了 嗯 完了你这样子弄我一会